MING PAO TORONTO 大家好 開始之前先提提大家 今晚8點請關注我的Facebook專頁 一個名為智雲玩夜的項目 為大家準備了一點點心意 但數量有限 一定不能滿足每一位 只是希望能夠帶給大家 一點點點的驚喜 另外智雲有力繼續為大家誠意推介 大自然素食的貓山王榴槤冰皮月餅 榴槤味道濃而不利 入口溶化超級好吃 原價每盒268元 現在早餘優惠價是198元 還會送你一張價值50元的大自然素食現金券 就是每一盒 118元 的確是物超所值的 有興趣買的朋友就要快些行動 因為這些優惠 你要在8月26日之前購買才能享用 購買的詳情和地點就列在下面 description的欄目 還有大家記住撐消肥演唱會 這兩場演唱會將會在星期三、九月十四號 和星期四、九月十五號 在旺角墨花省球場舉行 希望到時見到你一齊聽他唱歌 今天我們繼續說賣豬仔片案 因為有些新的發展 警方到現在已經接獲到37個香港人求助 人數又多了 年齡就在19歲至57歲都有 有一件事一定要提提大家 在這裡說過 入境處在8月20日成立新設的WhatsApp求助熱線 5190-8909 只是用來接收有關今次賣豬仔片案的求助 大家千萬不要濫用這條熱線 如果這條WhatsApp的熱線給大家蓄意惡搞的話 就會有外調查賣豬仔相關的騙案 所以為了受害人能夠早日得到救援 大家千萬不要亂用這條熱線 現在的熱線收到很多電話和短訊 有超過130宗跟騙案無關 都是一般的查詢 只是有四宗涉及求職騙案 甚至有惡意的整股 再說一次 這條熱線只是用作今次賣豬仔求職騙案求助的用途 千萬不要濫用 在香港詐騙也是很嚴重的問題 近年整體的詐騙案都有上升趨勢 去年這類案件有1萬9千宗 大部份都是涉及海外的騙案 所以我們真的要很小心 和親友之間大家提點一下 一人計短二人計長 提高警覺永遠都是最好的 現在掌握到賣豬仔求職騙案的情況 大致上是這樣的 這個集團一般會透過社交媒體 和憑輩等等 用高報酬低要求的工作來做招待 有騙一些想賺快錢的事主 去柬埔寨、緬甸、魯窩等 這些東南亞國家的地方 去從事和地產也好 賭場相關的工序也好 總之是一些不太辛苦的工作類別 我也曾經收過這類短訊 眨眼看下去真的很吸引 但事主去到當地的時候 護照就會被人沒收 他們會用很多不同的借口 例如幫你申請簽證等等 接著會帶你到行騙中心 禁錮你 威脅你從事非法的工作 如果事主拒絕或達不到 他被你跑的目標 例如你要騙到多少人 騙到多少錢的目標 就會被不人道對待 部份受害人想逃走 又被發現的時候 就會遭到掌掛等等的懲罰 有一位受害人的家屬透露 受害人每天可以跟家人聯絡幾分鐘 可以看到這個集團真是很肆無忌憚 根本不怕被你跟外奸聯絡 每天受害人要被迫工作十多小時 工作表現得不好的話 膳食份量就會減少 但這位受害人的家屬沒有交代 究竟受害人需要為集團做甚麼工作 但引述了受害人說 家屬說在KK園區裡見過其他香港人 包括他中學的同學 也見過有台灣人 晚上想逃走 被園區的人發現後 打到頭破血流 家屬說近日園區裡 因應外界關注事件 已經要求他們暫時停工 還有一些要求家屬提供一筆幾萬元至十萬元的屬金 一段時間收到後就放他們離開 我們必須要經常提醒自己 也要提醒大家 俗語有雲 沒有那麼大隻 夾拿隨街條 作為普通市民 我們可以做的 就是跟親友說多些這些騙案 提醒大家千萬不要相信 一些脫離現實的工作機會 警方也算快 在過去三天展開了一個打擊行動 上星期五到昨天拘捕了五個人 包括有三個男的兩個女兒 年齡介乎在17至51歲 主腦懷疑是一個23歲的男子 姓張的張XY 沒有全名 他報稱是一個大專學生 住在離島 收毒專門照顧病人的護理知識 而另一個骨幹的成員 就是一位30歲的馬X豪 這個報稱是沒有工作的 家屬住在馬安山 他和主腦操控手下 招攬受害人 一個姓黃的男子是51歲 一個姓岑的女子是27歲 以及一個姓胡的少女是17歲 就懷疑是他們的下屬 這個姓胡的少女報稱是一個發刑師 因為他未成年 由警署帶去兒童及青少年院 每個人都是涉嫌串謀詐騙罪被扣刷 姓岑的這位27歲的女孩 懷疑她用網名叫CCI 以及一張美女相作為社交媒體的頭像 在招募群組發了很多文件 用包食包住包機票和底身10萬人民幣作為招募 去招募其他人去泰國美索、緬甸等地方做網絡銷售工作 而有時受害人是去東南亞的 但當下屬後就像剛剛所說的 就會被人扣押了的護照 再將你轉送到行騙中心 要你幫他們行騙 有一點值得留意 亦令人擔心 早前有一個報道說 柬埔寨會主辦2023年的東南亞殘疾人運動會 Asian Power Games 還有明年也會主辦東南亞運動會 South East Asian Games 但現在柬埔寨的國際形象 是因為這宗人口販賣事件跌到谷底 所以近期柬埔寨當局立即有行動 做滅罪行動 台灣的傳媒傳來一項新消息 台灣的傳媒人林玉峰 在東芯電視台有一個節目 叫做《這不是新聞》 在這個節目中說 柬埔寨的政府為了挽救形象 他們本來預計在今年12月底 才去圍剿西港等人蛇大本營 但現在提前 9月底便會行動 台灣內政部長徐國勇在8月21日 都表示柬埔寨內政部長和警方 在8月9日開始已經全面掃蕩 柬埔寨警方也捉到不少非法集團 其中還說是大陸人最多 還說這是中國大陸一帶一路衍生的犯罪 受害人不單止是台灣人 最早大陸人本身都是很多受害者 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泰國、香港都有 其中一個詐騙集團中心西港所在的 柬埔寨西哈路克省 省長郭仲朗 上星期8月19日會見聯合國柬埔寨人權狀況特別報告員 他們的會談當中是討論到柬埔寨的人權 人口販運問題 網絡犯罪和網絡欺詐的問題 這位柬埔寨西哈路克省的省長說 我們不會迴避責任 我們一定會齊心協力執法 毫不妥協打擊一切罪犯 還呼籲外國的大使館提供多些資料給他們 方便他們更有效調查和押止犯罪活動 據報這些新的發展 柬埔寨當局忽然之間這麼積極 令人蛇集團非常緊張 所以準備緊急清倉 人蛇集團想拋售圓區 賣掉它出去就算了 但現在西港的房價持續飆高 當地人根本買不起 聽聞據悉如果沒辦法買到樓 就賣這些所謂的豬仔 將它轉賣給其他人 亦不排除人蛇集團會化整為零 如果真的沒辦法在九月底之前 清走這些小豬仔 這些受害人恐怕擔心他們會有危險 所以現在整件事極有可能 已經有一條新的死線都未定 希望在各國的政府協力之下 所有這些受害人能夠早日脫離險境 安全地回到自己的家 一聽的名字就知道 以元宇宙世界作為主題 感受暫身的飲食體驗 一聽就應該跟元宇宙有關係 為什麼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希望有一個小小的舞台 有一個十八夢的舞台 希望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創作者 其實可以重拾他們 當時十八歲 他們曾經有的夢想 很明顯我們有一個很大的舞台 是整九米乘以三米的一些表演 我們這個是專門去設定的 一間叫做立體的投影房 五D 不是四D 是五D 是的 五D 現在香港比較少有些 有新鮮的元隻海膽 還有松葉蟹腳 拖鱸 鯛魚等等 現在都是市令的 令和之怪物 怪物 是不是阿口 讓我先吃掉的怪物 嗯 好吃 Icy Desk 由蘆端燒 有師傅在後面 有螺子做完之後 拍出大便 嗯 對 沒錯 這個真的相當好 原來蘆端燒的效果 比你這樣烤焗 per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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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